在大家持续来掌握现在在台北市的疫情发展 因为根据台北市的疫情报告来看 7月25号到7月31号累计的确诊病例是来到39例 平均每日5.6例 那不明感染源的部分是来到5例 平均每日0.7例 这个是达到科市长所谓的每日平均10例 跟平均每日2例以下 这样子台北市可控的范围之内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变数呢 因为现在让大家非常忧心的也就是案15774 这个是昨天卫生局公布的最新个案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足迹 25号早上6点到傍晚5点都是在松山区的城市商旅 那27号的10点50分晚上到隔天的11点 都是在大安区的仪品商旅 另外来到了28号也就是隔了一个小时之后 它是到了信义区的华大旅店 它在4天之内跑了3个行政区 而且到了3间不同的旅店 也让大家有点忧心 因为卫生局说呢 它其实都在旅馆里面 有跟不特定的对象来做接触 另外旅馆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因为像是大厅这些都是共用的 所以它如果是到旅店里面来入住 或是休息 那在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跟其他的旅客 或者是工作人员有所接触呢 现在是比较忧心的地方 那目前卫生局是说 3间旅店都已经进行清销完毕 而且他们也紧急匡列了大概12个人居家隔离 初步来判呢 这一个个案 它其实过去有接触到新北的一名个案 所以呢才染疫 但是详细的感染源 现在都还在厘清当中 不过呢也是要公布足迹 因为这个公共场域呢 希望呼吁大家如果有来到这边 并且是在大概这个时间点内 还是要注意身体状况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紧急补破网 不要让这个疫情扩散